Salamualaikum,大家好,我是BB350Z 在上上期视频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迪拜的龙头老大开发商Emar 新推出的The Oasis绿洲水晶湖别墅项目 它呢,是一个超级高端豪华的楼盘 好,是真的好,但贵也是真的贵 它的这个五房独栋别墅呢 起步价就是3000多万人民币 让普通人啊,真是望芳心探 但是呢,在迪拜啊,就有人不服 非要跟这个Emar呢,碰一碰 这个呢,就是迪拜的另一个头部开发商 Damark 今天呢,我介绍的这个新项目啊 就是达马克对Emar的一个回击 咱们来看看这个达马克是怎么死磕Emar 然后造福咱们投资者的 废话不多说,现在进入主题 达马克呢,在The Oasis绿洲水晶湖别墅群的高速公路对面 它也搞下来一大片地 然后呢,它要在这里啊,也要打造一个以水系和森林为主题的别墅群 这个Oasis绿洲水晶湖项目呢 它推出的这个五房独栋别墅啊 起步价就是1500多万迪拉姆了 咱们记住这个数字 但是,隔壁达马克新推出的这个别墅楼盘 它的四房连排别墅起步价是多少 190万迪拉姆 这是不是很炸裂 它八套的价格顶人家Emar这个Oasis绿洲水晶湖的一套的价格 是不是很划算 那你可能就会有怀疑啊,为什么这个别墅会这么便宜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猫腻啊 这倒不是啊 主要是这个绿洲水晶湖Oasis和这个达马克的新别墅盘呢 它的定位不一样 就好比同样是车,都没毛病 但是呢,这个劳斯莱斯幻影就是比这个丰田的凯美瑞贵了太多太多 这个意思 这个楼盘的价格呢 咱们不要说跟这个Oasis绿洲水晶湖比啊 就是放在迪拜,它都是没有对手的 所以说呢,如果最近有想入手迪拜的新别墅 而且呢,增值潜力高,价格又便宜的 现在就可以联系我了 然后呢,我去帮您抢房 像我们这个金钥匙公司呢 在这个达马克的全球代理里面是排名全20的 不是说华人代理,是全球代理里面排名全20的 是有这个优先抢房权,是能帮您抢到的 现在呢,达马克公司啊 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个新别墅楼盘的名字 它只是向我们这些代理公司呢,进行吹风 这个楼盘呢,有可能会被叫做达马克山庄四期 但是更大的概率呢,会被叫做是达马克Rivers 咱们一听这个名字啊,也知道 它是以这个河流为主题的 老规矩啊,咱们还是继续看一下地图 新的达马克Rivers项目呢 第一块在这里啊,是很大的一片 和伊曼尔的Oasis呢,只隔了一条公路 说实话啊,住在这里呢 如果是要去哈利法塔市中心那块 确实是很远了 但是呢,Rivers项目针对的人群 主要是在周边区域上班的中产阶级白领家庭 咱们仔细看一下地图啊 以这个Rivers项目为中心 从近到远,一路向北 分别是迪拜投资源二期 迪拜投资源一期 杰北阿里工业区,还有杰北阿里港口自贸区 再向北靠海一点的地方呢 就是DMCC,即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 这里呢,是迪拜的期货交易中心啊 也是很多大型跨国公司的中东总部 从这里呢,开车到迪拜的新国际机场 也只需要10分钟左右 而开车呢,到位于迪拜施博园的迪拜新国际会展中心 也同样只需要10分钟 所以呢,这个Rivers项目的目标客户啊 它主要是这些在周边区域从事航运 港口物流运输,以及加工制造业 还有一部分的金融业从业者 国际贸易从业者 特别是这些人群里面的中年有孩子的家庭 伊马尔和达马克呢 先后在这一片区域公布了自己的大型别墅社区项目 这肯定也是契合了未来迪拜向城南发展的一个趋势啊 所以说呢,在未来啊 这里的升值潜力还是蛮大的 现在的Rivers项目呢 还没有正式公布任何的设计图 但是根据这个开发商团队的描述呢 它的整体建筑风格还是秉承了 自达马克山庄,达马克山庄二期 还有达马克Lagons水城别墅社区的设计语言 所以未来交付的别墅和大家现在看到画面里的比较类似啊 但肯定是会更加现代化的 社区整体呢也是以河流和森林为主题 所以绿化方面呢也是不用担心 目前呢,达马克Rivers正在准备上市的是它的第一个片区 也是第一期 所以啊,打响这个第一炮 它肯定是价格最低的 以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按照达马克Lagons水城别墅的经验呢 达马克每发售这个别墅楼盘的一个新片区都会上调它价格的5% 而Rivers项目呢计划发布10个片区 所以说啊,真的是建议大家入手这个第一期,第一个片区抄底这个最新的发行价啊 这个四房连排别墅呢,它的建筑面积在210平米左右 起步价是190万迪拉姆 一项金呢是10万迪拉姆 五房连排别墅的建筑面积在315平米左右 起步价是250万迪拉姆 一项金呢是15万迪拉姆 五房独栋别墅的建筑面积在400平米左右 起步价是500万迪拉姆 一项金是30万迪拉姆 它的交房时间呢是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 而且它的付款计划呀是比较亲民的 咱们知道啊,这个七房呢在交房的时候要付清尾款 像这个别墅呢,它的尾款是占到房款的40% 所以说啊将近一半的资金啊 咱们也是在三年之后啊 然后交房的时候才付清 更何况呢你也可以在付清房款之前就把房子给卖了 用少量的杠杆呢来赚取更高的溢价 具体可以这样操作啊 我们先做一个对比 达马克拉贡子水城项目 即使目前仍然是在建未交付的状态 它的四房连排别墅二级市场上的转手价格 也在230万迪拉姆左右 而已经是成熟社区的达马克山庄一期 四房连排别墅市场价在290到400万迪拉姆之间 达马克的新别墅项目呢更靠近居民们的工作地点 所以啊预估它四房连排别墅在2027年交房的时候呢 差不多会在250万到300万迪拉姆左右 如果您买到的四房别墅呢是200万迪拉姆 那么在交房之前付到60%也就是120万迪拉姆 再加上4%的房产注册费8万迪拉姆 实际投入128万但可以用250万迪拉姆的市场价出售 那么就相当于获得了40%的回报 如果说呢您要将这套买入价200万迪拉姆的四房连排别墅长期持有并出租 那么它的租售比也是很高的 因为目前啊达马克山庄四房连排别墅最便宜的租金也到了25万迪拉姆一年 所以这个达马克新别墅社区呢 四房连排别墅的年租金也至少在20万迪拉姆 保守估计租售比达到80%是非常容易的 你也不用担心啊 就是说我交了这十几二十万迪拉姆的一项金 然后呢又有一些想法上的变动啊 然后又不想买了 那没关系 这个钱开发商确定是可以退的 如果您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呢 就请添加我的微信 我帮您去抢房 之前给您讲了 我们公司啊在达马克是有优先级的 我们啊肯定是能帮你抢到这个房 但是啊也不能提交这个意向金太晚了 因为这个第一期啊 它只发售500套别墅啊 所以说呢这个估计名额很快就满 如果说呢咱们第一期没有抢到的话 没有关系 这个意向金还是保留在那里 咱们就会自动的排到这个 更优先的抢房的队伍里面去啊 好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好